在篡改一马公司机查报告的案件上 前一马公司执行长阿鲁甘达和前首相纳吉 原本是齐齐被控的一对难兄难弟 那是今天控方提出申请要把阿鲁转为污点证人 是否就意味着他将会做金手指来指证纳吉呢 如果法庭是批准了控方的申请 那案件可能将会迎来戏剧化的大转变 过去有在关注1MDB新闻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的 阿鲁甘达这位前1MDB的光头CEO 虽然他不是主导一马公司丑闻案件的核心人物 但是在1MDB丑闻风暴上 他绝对是个最称职的1MDB代言人 更是纳吉的No.1头号辩护士 2015年一马公司爆发的债务危机 债台高筑恶名远播 那反对党更是拿着1MDB来当武器 对着时任首相纳吉和他的政府狂轰滥炸 当时阿鲁甘达他就临危受命出任一马公司CEO 负责重振一马公司的名声 阿鲁甘达他来头不小的 在加入一马公司之前 他曾经在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巴克莱资本 以及法国农业信贷任职 还当过阿布扎比商业银行的副执行总裁 甚至具备英国职业律师的资格 业界形容 他不只是个能言善辩的辩论高手 是个演说家 还是个经历过很多大场面的企业大咖 那阿鲁他接下一马公司领导棒子之后 他做的不仅仅只是债务重组 后来他更当起了一马公司的代言人辩护士 过去没有人敢站出来捍卫解释一马公司的风暴疑云 但是阿鲁他一接任就化被动为主动 不止接下媒体的访问 敢敢跟反对党辩论 办汇报会509选前 他还当上了国阵的超级助选员 他口才了得在全国30个地点办了巡回群众演讲 积极反击外界的指控 否认一马公司管理不当 强调一马资金没有被挪用 管理层没有舞弊没有滥权 尽心尽力的捍卫一马公司 那吉还有刘特佐的名声 让一些原本开始怀疑 一马公司丑闻的民众都开始有了新的看法 2015年走马上任一马公司执行长 那这一位以光头给人印象深刻的CEO阿鲁干达 是主动出击一副勇者无惧的模样 敢敢随时随地接招反对党 任何关于1MDB的指控 当时反对党的1MDB重炮手潘检伟 向阿鲁干达下战铁要他辩论 他没闪没躲 敢敢就接了 我会认为一马丑闻 在一马丑闻越闹越大 连巫统也出现杂音时 这位1MDB前执行长阿鲁干达 还深入巫统总部 向巫统党员和公众 汇报解释一马公司的种种争议 为纳吉辩护还反驳1MDB 债台高筑的指控 坚持一马公司的资产 都还深入巫统总部 在稳如磐石 阿鲁干达另一个叫人刮目相看的动作 就是在2018年509大选之前 那虽然自己没有上阵 但却是百分百的国阵超级助选员 竞选期间几乎是天天到处 巡回群众大会 为1MDB面对的各种指控洗白白 那讲到一些原本还带有怀疑的人 都相信了一马公司没有问题 而是反对党的胡乱指控 这是我的职业 在做这些举办的举办 在2009年到2014年 没有人在1MDB 来到任何解释 所以在5年 有很多错误 和错误 阿鲁干达出名口材了得 思路清晰 翻译敏捷 对于1MDB的指控 他总是有备而来 一一反击 黑的都能讲到白 为了捍卫一马公司和前首相纳吉的名声 曾经那么尽心尽力的阿鲁干达 在509国阵败选倒台之后 他和纳吉双双落难 后来更被提控 窜通纳吉 共谋窜改一马公司机查报告 和纳吉成为了出入法庭的常客 再经过了接近四年的审讯 那原本和纳吉是同坐一条船的阿鲁 现在会不会真的转做控方的污点证人 当金手指做爆料者 在篡改一马公司机查报告的案件上 抖出各种证据 来指证纳吉入罪呢 我们只有耐心等待法庭的审讯进展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